今天是從印尼海嘯講起的 因為在信他發生了火山爆發之後 引發了大海嘯 有222人死 到現在為止都知道有800多人受傷 這個可以說是今年印尼第二宗的大災難 因為之前龍目島在八月的時候也有嚴重地震 當時造成500人死 對於亞洲來說今年其實不是一個好練 因為災難頻頻 其中就算發達國家好像日本 都曾經因為強颱風現止的吹閘 由南到北一直都造成很大的損害 關西機場曾經需要關閉 水浸得很厲害 連那條接駁橋也要停用 另外一方面 其實他們在年頭的時候 也都經歷了一場很大的風雪 令到經濟和人命損失都相當巨大 那麽菲律賓呢 也都是啦 九月中呢 那個山竹是造成了相當大的傷亡 337的菲律賓披索 即是約550億元的經濟損失 74人死 那麽就說回這個山竹呢 其實除了菲律賓之外呢 對於這個廣東呢 也都是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當時呢 其實呢 有458個鄉和鎮 院士都是受災 那另外呢 其實在2的時候呢 台灣的花蓮 也都是有這個大地震 造成了這個17人死 280多人受傷 剛才我讀的呢 都是在2018年呢 就是令到亞洲區相當大損害的一些天災 那香港其實呢 都曾經被刪捉是有論 不過呢 我們的損失或者我們的傷亡呢 相對於我剛才說的國家和地方呢 就小很多 這一個令我想起就是 其實作為香港人呢 我們第一樣的就應該真的感到自己是很幸福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麽多樣的天災裏面呢 沒有一個呢 跟香港呢 或者可以說是對香港造成很大的損害 那所以呢 其實 雖然我們每一天裏面呢 可能有那麽多 那麽不如意的事 或者呢 我們經常都 整個社會呢 有時都會有一些無力感 或者一些的政治啊 爭拗啦 經濟那方面又可能未必一定是說 是那麽好啊 那麽但是 如果大家一想起這些大災難的時候呢 其實我想 真是會有一些截然不同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來說呢 我自己也都很實際去想過呢 2018呢 其實呢 當你大家去計算一下呢 可能呢 亞洲區 很多的國家或者地方呢 都會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 那麽究竟這個會不會形成了就是說 2019年香港那個的經濟投資價值會有所提高呢 這個我自己也都覺得呢 是一個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認真地去想一想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呢 如果從一個的地緣政治啊 或者你說那個的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啊 甚至乎我們本身的這個地理位置啊 那麽呢 去看回一下香港呢 確實呢 除了你說新加坡之外呢 都應該呢 就在區內呢 都是數一數二的 那麽所以呢 其實臨近聖誕節了 在這裏呢 除了祝大家聖誕快樂之外呢 我亦都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活在幸福當中 大家呢 應該呢 從一個正面的方向呢 去蒙惑未來 下次再談